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的信息,45岁和月经两个月没来,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思考和检查, 温哥虽然已45岁,但是首先还是得排除怀孕,只要有性生活的女性,即使已45岁,仍然有可能怀孕,我曾经有个病人49岁,因为月经不调治了两个月没好,最后到我这里,一查小便早早孕阳性,一查连心翘搏动都看到了,所以,45岁女性大月不来月经,这是必须排除的, 其实很简单,要或许HCG检查,前者十几分钟出结果比较快,后者慢一点但是准确,如果阳性,需进一步做B超,看看K胎位置可愿能好坏,有二胎计划,正好,没有的话,早地发现,也能及时终止,排除怀孕之后, 跟着要考虑未绝经期的问题,假如仅此一次而月不来,希望月经都规律,那么不用继续检查了,到此为止,可以观察后面几个月的月经情况再定, 如果想检查,或者已有几次两个月以上才来月经,45岁的女性必须的考虑是否有卵巢功能衰退,也就是说是否进入了微绝经期跟年期, 卵巢上的卵胞是产生磁氧激素的根本,但卵胞是不可再生的资源,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耗劫,当磁氧激素产生量减少,不足以刺激内膜周期性分身脱落,就会绝经,但是在正式绝经之前的几年,往往先出现月经稀发,也就是月经周期变长,两个月,三个月都可能,为绝经期除,那月经改变, 还容易出现潮热到汗,心慌,焦虑抑郁,脾气不好,阴道干涩,睡眠不好,关节衰痛等症状,我们还可以检查性激素,来了解卵巢的储备功能, 假如的确是卵巢功能衰退,建议及时补充磁氧激素,让月经规律来,缓解症状,保持青春,对于45岁女性,其他的问题多数不是问其月经二月, 不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,不过45岁的女性,这些多数不是问题,内膜损伤攻枪沾连,因为人流关工等问题一起攻枪沾连,多数是月经量减少,很严重者还会月经不来, 不过没有再生育的打算,也不痛经,可以不治疗,内分泌问题,多纳瓦潮综合征,搞催属素血症, 假状显功能减退等,我们可以评估是否合并存在这些疾病的其他症状,通过检查相关激素可以确诊, 这些检查可以和性激素检查,一起抽血,如果有,要及时治疗,尤其是假减,慢月乐团,如果因为子宫内膜增生,子宫腺积症,放了慢月乐团, 完全有可能月经变上货不来月经的,不过这个问题不需要担心,还有其他一些可能, 对于45岁女性来说,反而不大可能,总之,45岁两个月不来月经,先排除怀孕,再了解脑潮处备功能,其他慢慢查, 20岁的姑娘,好几个月不来月经,48岁月经不能是绝境吗? 扫码关注跟各工作微信,加入备孕服孕简单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